欢迎再次观看《九零零新闻》 现在是中国等地时间 事业一日 有关泰国歌手丽莎在凤马秀的表演内容 中国的原言许交通过微博披露提到 8.35左右丽莎表演节目 Kris Kris华尔街股市主题 开场屏幕所有人在证券交易所 垂顶钱币倒塌 故事崩涵 丽莎医生上班族办公室 秘书打扮 黑色皮蝎 黑短情 黑矿眼镜 背对着观众 看报表 头痛接电话 看表表现焦厉和无烂 把桌上的文件全部推倒在地上 然后转过银色的椅子 开始跳舞 扔掉领结 扔掉矿 扔掉皮蝎 弃掉白色的上衣 故事开始回弹 背对观众 拉下来拉链 这个尺度比较大 之后又省列一万字 最后只有内衣 上半衣 身内衣是黑色 半透 有花纹 下半身是金字库 最后红色股市的信条 打在身上 另一个人描述提到 先典的描述 因为还有个秀要紧 Rose 角色和太太三太子都来了 现场他们坐在一旁 基本前场上半身是全弩 但是不是Lisa 是其他演员全弩 然后Lisa才出来表演 两段完整的舞蹈 大概15至20分钟左右 拖到钉子裤 加内衣 比演唱会还清凉很多 我再感激下场活动 稍后详细说 同时在中国网络上 还有许多类似的版本 连直到现在为止 我又查询到 Lisa本人有关此次的回应 继续有关Lisa 网络资讯线 是线为韩国 外基娱乐旗下 尼致云业族 Blank Bing的成员之一 在队内担任主舞 领饶舍 副唱及忙类 是该经纪公司成立以来的 第一位出道的外国艺人 Lisa 泰国国籍 以1997年3月27日 出生于泰国武林南府